殉職飛官攻擊 雷虎騎機大驗事送行 誒他失控了誒 失控了誒 遭遇意外擦撞失控 乃奮命齒民鬧區民宅 凱然舍身殉職 發生在上個月的雷虎小組墜機意外 37歲飛官裝備員未防傷及民眾 駕駛飛機避開人群 最後墜毀子官驅隆田 家屬昨天上午在岡山共軍官校舉辦公祭 雷虎小組出動飛機送他最後一程 37歲飛官裝備員未防傷及民眾 總統頒發包養令 家屬怡靈走出官校大門 場面相當哀奇 他每每都在講 如果遭遇到毒況的話 我們一定要朝著能煙洗草的地方 去做最好的選擇 裝備員遺骨將安挫在八卦山國軍中陵塔 東新聞高雄報導 特地雷虎小組出動 我只要有盡量打算 現在可以看上子 到部樓的煙中 劍獄 小組出動 超級地雷虎小組出動 超級地雷虎小組出動 到部樓